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主与我们同在 奉耶稣的名祷告的 阿们 弟兄姊妹 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 我们是世上的盐 我们也是世上的光 对吗 好 你跟你自己讲一句话说 我是世上的盐 我也是世上的光 好 既然我们都是盐 既然我们都是光的话 我们知道说 我们就有神要赋予我们的功能 今天神差遣我们 进到每一个职场的领域里面去 目的就是要做光和盐的工作 我们怎么做光和盐呢 其实就是我们要彰显出生命里面的信和望和爱 所以使徒保罗讲说 如今我们有信 有望 有爱 对不对 其中最大的就是爱嘛 上一次我又提到说 信是我们信靠神的心 盼望是因为我们生命是有光的 神的光从我们生命里面散发 能够带给人盼望 这个盼望是因为你的言语能够帮助别人 能够祝福别人 能够让人看见神在我们生命当中 那爱是我们的一种推动力 能够持续让我们在整个的服侍神的过程里面 继续不断的前进的 好不好 好 我们需要有一些的元素来帮助我们 进到这一个的文化的当中去 因为我们知道说 当我们的信仰能够很坚定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把文化建立起来 所以我上次做了一些比喻 为什么西方国家能够被基督信仰影响 是因为这一个的信仰进到这一个的文化当中去 所以你会看到整个欧洲有很大的改变 所以圣经里面 菲利比书四章八节 那这一些的元素到底包含了什么 那圣经告诉我们说 真实的 可敬的 公义的 清洁的 可爱的 有美名的 好 弟兄姐妹 我再讲一次 那神要我们把一些的元素带进我们的生活的文化当中去 那不管今天你是在哪一个领域里面 那首先我们要把很真实的 你还记得我所讲的真实是什么吗 就是神要帮助我们 活出真正的我们 我们不再有任何的一些假面具来到我们的脸上 当然灵巧是不一样的东西 因为神告诉我们在世界上我们需要灵巧像蛇 但是寻良像鸽子一样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活出真实的 可敬的 然后公义的 清洁的 可爱的 美名的 弟兄姐妹 可爱很重要 对吗 所以我们的外表有时候太严肃的话呢 那我们偶尔要自己自我可爱一下 可以吗 那怎么自我可爱你自己一个人 关在房间的时候 或者看着镜子 你会问自己说 我可爱吗 那让自己找回一些很可爱的一面 那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可爱的 在上帝的眼中我们都很可爱 虽然说年纪越来越大 我们生活摧残底下 可能变成很严肃了 但是我们都是很可爱的 好 看一看你旁边左右的弟兄姐妹 你看一下他的样子一下 好吗 看一下样子 然后你告诉他 其实你是很可爱的 我是一粒大苹果 又香又甜又好吃 那一个苹果 好 感谢后台 很快帮我找出这个东西出来 这一段经文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把这个天国的美好的元素 带进这个文化当中 那若是有什么可称赞的 这些事情我们都要去思念它 好 今天我们要跟弟兄姐妹 谈论的一个东西 就是基督徒必须有正确的一些工作观念 因为使徒行传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 这个真理是什么 那就是他要透过众弟兄姐妹 在每一个职场的领域里面去 为主来发光 这个是神永远不变的心意 所以你会发觉在职场里面 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 那总共有40个神机 那但是有39个呢 统统都在职场发生 所以教会呢 必须要进到商业的领域里面去 教会是指谁 就是我和你嘛 那教会必须要进到商业的领域 教会必须要进入媒体当中 教会必须要进入这个政治界里面去 教会必须要进到这些教育界里面去 甚至宗教的领域 甚至到很多很多这些职场的领域里面去 来做什么 做光和炎的工作 我们来看 当我们进到这个的职场里面去的时候 我们必须除了要保守自己的心以外 神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懂得保守自己的心 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的 如果我们的心被这个世界的不良文化荼毒 或者我们妥协了一些的事情 比如说神要你做正职的人 但是你因为工作的关系 或者因为利益的关系 然后你把这个东西妥协了 所以你的心一旦失控的时候 你的心一旦没有得到保守的时候 那就是堕落的开始 那渐渐的 然后我们也不要再去参与教会的活动 然后我们也不有灵修的生活 然后你会发觉到越来越远离神 到最后你就变成跟世界的人的价值观 没有什么差别 所以我们基督徒需要有正确的一些的观念 我们必须要了解的 首先 对我者们 我们记得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工作是神的旨意 并不是一个咒诅 那有一些人会有一些观念说 为什么我们做得这么辛苦 然后我们就开始怪亚当 对吗 我们怪他为什么那个时候 要去吃了那个禁果 导致上帝审判 所以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在伊甸园里面什么都有 然后亚当夏娃在里面 随处都可以拿到什么想吃的 然后动物跟人 这种的生活状况 沟通都非常的好 然后人不需要说要汗流浃背 然后才可以服口这些的事情 但是我们知道说 一个基督徒 今天我们可以工作是上帝的恩典 今天我们可以工作是神的祝福 不是咒诅 那你想一下 如果今天你有工作做 是不是一份恩典 我们看到好多人事业 对吗 事业当然有很多因素 有一些人可能他看不起那份工作 他不愿意卑躬屈膝 或者降悲一点去做一些的工作 这是其中一个原因 但是我们知道说 今天神让我们有机会工作 能够有三餐温饱 能够养家 这个都是上帝的恩典 那当然工作也是神的旨意 为什么 因为根据这段经文 耶和华神 把人安置在伊甸园之后 使他做什么修理和看守 所谓的修理 就是等于是我们学习管理 今天你处在这样的一个工作 为分上有些人做教育界 有些人可能是做商业的领域的 那每一个的领域当中 我们都需要有学习管理的时间 因为当我们每当进到一个新的领域的时候 我们需要有时间去学习 那当我们懂得去管理的时候 其实就是来荣耀神的名 那神要我们殷勤的工作 殷勤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努力 加倍的努力 那我们在这里 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 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 曾吩咐你们说 若有人不肯做工 就不可以吃饭 所以懒惰人就没有饭吃了 那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很努力的 在一个的事情上面去 包括在服饰 那其实教会就是一个平台 让我们去学习殷勤服饰 那我们能够殷勤的工作 其实我们正在效法耶稣基督 好 跟你的后面的弟兄姐妹 前面的弟兄姐妹讲说 我努力工作是因为我效法耶稣 我努力工作是因为我效法耶稣 耶稣基督的工作量大不大 天还没有亮 他就要起来祷告 为什么 因为他如果等到天亮才祷告 他就来不及了 因为已经很多人排在外面 找他 等他服饰 因为我以前开过庙的时候 我知道 我七点钟就已经有人站在门口 等我开门了 他们来做什么呢 今天有没有四个字给我 这样 那他们很多时候 你会发现到说 当你服饰 其实人很多方面这一些的需要 那我们知道 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这个是欲望的需要 那欲望的需要 能够推动我们 胜过肉体的这一些的疲累 所以你发现你的欲望是很够力的 欲望有好有不好的 当然有好的欲望的时候 能够推动你更爱神 有好的欲望的时候 能够推动你更加的努力的学习 花更多的时间 然后更胜过 你以前的那一个时候 没有学习到任何的东西 因为你有这个欲望的时候 你就可以往前奔走 推动你 所以耶稣基督他的服饰 非常的忙碌 我们知道 那从每一天有很多的人来找他 一并赶鬼 然后听他讲道等等这一些 很多人跟随他 直到晚上 所以耶稣基督很忙很忙 那所以他到晚上 所有的门徒也跟着他 累到一个地步 不记绝都会睡着 但是耶稣基督还要去旷野祷告 从这里我们看见 原来一个人的灵魂强壮的话 你可能一天只是睡几个小时 你都可以 我以前试过打坐的时候 一天打坐几个小时 四个小时 但是我的精神状况非常好 我的身体不容易疲累的 当然我那个对象不对 但是信主之后 我们知道在这个的 灵修生活祷告的时候也是一样 你的灵魂新盛 真的是肉体健壮 这个是我们需要去学习 和克服的一个东西 所以殷勤的工作 能够帮助我们去荣耀神的名 如果我们是一个懒惰的工人的话 你会发觉说神的名就要被羞辱 从这一段经文里面 我们可以看见 有一些人工作 他是为了要养家福口 有一些人会工作 是因为可能是为了孩子 为了这个女朋友的关系 但是 弟兄姐妹 我们工作 其实还有更高更高的 这个看见的 这个更高的看见就是 我们是从心里面做 做给谁 做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为主做呢 弟兄姐妹 你有想过吗 有到我个人今天你做工 有一个清楚的原因 你今天做工是为了谁 有谁可以告诉我答案 这个小娜 其他人家你做工 我们讲真真的 不要假假的 真真的 你今天做工 有到我个人真正是为了主而做的 有时候我们会忘记 对吗 清风姐妹 感谢主 为了什么 为了家里 你看 我们都不得不承认一件事情 很多时候我们做 努力的工作 其实就是盼望说 那个月 薪水来的时候 可以让我去还好多的东西 甚至还可以存一点的钱等等 这些买我想要买的东西 许多时候我们会忽略或者是会忘记 到底我们工作是为了谁 那为什么这段经文告诉我们 做东西为什么要像做给主一样呢 我们要思考一下 那圣经告诉我们要做给主的原因是因为 你看如果我们做工是为了做给主 请问你会不会尽心尽力的去做好 神是个灵 对不对 你躲在暗处所做的东西 你不要以为 神看不到 扫地扫地的时候 扫去沙发底下的 然后你把沙发搬出来 哇多年的垃圾全部在里面 床底下 扫去床底下 其他的地方通通看起来很干净 对吗 原来他扫地是扫去沙发下面的 那我们知道说这样的一种情况 会发生是因为在他的概念里面 他并不是说今天我这样做神在看住的 没有 我今天这样做是因为我是为了主而做的 因为神是在暗处的嘛 在看人的心的嘛 看你所做的嘛 那所以你做 如果我们像是做给主的话 特别是今天做账的人就知道嘛 很多做账的一些东西可以跳可以逃啊 或者什么之类的 但是如果你是做给主的话 你就不可以 对吗 你就是要真真实实的 中中之之的 因为神是公义的嘛 那所以你会发觉到说 今天我们如果是像是做给主一样的话 我们就有一个概念说 我们今天做的事情要容神义人嘛 虽然没有人看见 但是在我心中的主知道嘛 这是其中一样东西 如果你是做给主的话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说 我会存着感恩的心而做 你会感受到主啊 这个是你工作是给我的恩典 我存着感恩的心 我要把这份工作做好 就算老板没有吩咐你要做的 跟这个东西有关的 可能你会多走一里路 会更多的做更好的东西出来 对吗 所以你遇到一个老板是变态的啦 他会常常骂你 我没有叫你做 你为什么要做 那种你就刚刚做好好 给他那个范围就算了 但是一般上的老板 他都会欣赏的员工是什么 就是愿意多走一里路的 不然你就自己做老板了 你自己开始创业自己做老板 你是这样的个性的人 然后你就可以把那东西做得更好 所以会有一种感恩的心 那你像是做给主 然后你就会以龙生义人的心来做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当你是做给主的话 你会得到上帝的赐福 那对我们怎么看 有一段经文 神会赐福你和奖赏你 是因为你做给主 你讨他欢心 那如果有圣经你可以翻开 以福所书第六章六到八节 以福所书第六章六到八节 这个经文这样讲说 我们做事 不要只做给人看 然后呢像那些讨人欢心的一样 确实要像基督的仆人 我们都是基督的仆人 然后从心里面去遵行神的旨意 我们甘心的顺服 像是服侍主 不是服侍人 所以你们知道 无论是奴仆或是自由的人 如果做了什么善事 都必从主那里得到这个赏赐 好 做了什么善事 在神眼中看为美的事 刚才我说的 真子的 公义的 有美名的 这些众人看为美的事 那这些的东西 都是像做给主一样的善事 包括今天 你在银行的门口 有一个妇人的需要 你给了他几块钱 这一个是美的事 你存着一颗爱主的心 然后你主的心肠来怜悯他 你像是做给主 你先把这个钱交给他的时候 就像你今天交给 有感动要奉献给 祂诺诺亚斯的 你奉献 你说主啊 这个是你的 你忠心的仆人配得的 所以我要当时做给你的 所以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你是蒙神纪念 讨神喜悦的 你必得奖赏 那如果你的动机是错误的话 或者是 哇 别人挑战你 我奉献了一千 给巴士诺亚斯 你咧 那你的面子过不去 好了 我奉献两千 然后很多都是这样 你知道在 有时候我们去一些的 筹款的宴会 常常是这样的 台上的人很厉害的 就要挑战这种东西 哇 那一座 一万块 一万块一升 两升 三升 就在挑战他们 有一些里面坐偏门的 受不了 旁边的人看到 那个都喊一万块 你为什么不喊 哇 他就受不了 举手了 两万 就是这样做这种东西 那这些 请问他奉献 就算奉献十万 奉献一百万 给孤儿院都好 老人院都好 请问他会蒙神纪念吗 不会 他只不过是要做给人看 如同这个圣经里面所讲的 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是知道 神的心意的话 哪怕你是奉献 在你仅有的很有限 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说 你奉献的时候 左手不要让右手知道 那你就让主的名德 做这一个的荣耀 帮助到那个Pasanoias 那你会得到赏赐 神要怎么赏赐你 我们不知道 也许可能会给你 更多百倍的这种 收成收入也好 或者其他的部分 有一些人当然很愿意 按照神的感动而奉献的话 一直以来折腾他的疾病 突然间被主医治 那你哪里知道 帮他省了很多很多的医药费 那所以我们需要呢 从这个经文里面 我们可以看出神的心意 都是带着一种祝福 和奖赏给他的指名 所以他要我们去做这个 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是 行行都出赚言 每一个职业都没有分贵贱 这个是我们基督徒 对职业的看法 弟兄姐妹 有一天突然间 你看到Pastor Jimmy 做Guard 站在某某公寓的前面 做Guard的话 你们的感受会是如何 其实都一样的 今天无所谓的 我觉得每一个的工作 只要我们都尽心尽力的 在那个位置上做好 我们带着感恩 我们带着荣耀神的 这一种概念 那去做 你发觉 你一样可以做得很开心 因为你不是讨人的喜悦 本来是讨神的喜悦 那在跟你上班的 这个的同事里面 有几个人传了福音 有多少个人是知道 你是基督徒的 弟兄姐妹 举个手一下 在你的上班的同事里面 你有传过福音的 感谢主 很好 太棒了 给你们一个掌声 好不好 给你们自己一个掌声 那这个是非常棒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是基督徒 因为你在你工作的场上 你开始传福音的时候 你正在表明说 我是基督徒 那你也让这一些 你也在保护自己 为什么呢 因为当你给你的同事 知道你是基督徒的时候 那你所行事为人 就会很谨慎 免得得罪神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 那在我们职场上的 这一个的使命的工作 你有没有试过 你从来没有表明 你是基督徒 但是呢 跟你在一起的同事 他会有一天跟你喝茶 他会跟你讲说 我感受到你 就是跟别人不一样 如果有这样的同事 讲你的话 哇 更加不得了 证明你的生命里面 常散发耶稣的香气 不是香水味 耶稣基督的香气 从你的生命里面 散发出来 这个是从理出来的 不要 那第二个观念是什么 工作的成果 必须要献给神 那工作的成果 个人的工程会显露 因为那个日子 要将它表明出来 然后有火会发现 那这个火要试炼 每个人的工程是怎么样 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 今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的 职场 位分里面 比如说今天你是做老师的 那做老师 我们知道说 你的工程 可以不可以被试炼 是从什么地方试炼 从你的学生的身上看见 比如说你 有一些的学生 来到你的学校的时候 其实他是很糟糕的 他不爱学习的 但是等他进来这个的学校 一段时间之后 发现到说 他变成很热爱的学习 而且他很自动的会去做功课 而且当然成绩 很多人讲说 成绩 当然成绩不是绝对的 但是我们知道 以那个才能够知道 这个学生 有没有在学术上进步 所以工程要经过 试炼是要时间 然后这个孩子 在你的教导底下 他改变了 当然改变 很多时候 我们知道说 有外在的一些 这一个学术上的 知识的层面的改变 但是更深的一个领域 就是你能不能够改变到 他的生命 那个是更深一筹的 所以当你进到职场里面去的时候 你的工作的果效 是会随着你的 所以当你是奉主的名 而做了每一样事情的时候 这个东西的果效会存留 有一天可能你已经不在 这个工作位分上面 比如说我们的阿妹姐妹 她做那个袜子的 有一天可能她已经不在 那个位分上面的时候 她一直也这么多年 从努力下来所安排的 这个整个的制度 整个的系统 会继续的存留在这个公司里面 然后可以帮助到 下一批新来的人 继续的用他的方式 承接下去 而这个东西是经过试炼 是可行的 可用的 所以不会被废掉 所以会继续的使用 所以今天我们所做的 工作的果效 为什么需要献给神 是因为你们无私的 投入无私的奉献 为了就是要把 你手上的这个东西管理好 这些东西会存留下去 所以人们看到我们的人 或是我们的工作 就可以归荣耀给神了 弟兄姐妹们来读这一段经文一下 不然你们等一下浑游向外 马太福音25章21节 这里讲什么 看得到吗 一二三 主人说好 你这又善良又忠心的仆人 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 我要把许多事派你 管理 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这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 神希望我们快乐 你所做的东西 会带给你快乐 因为你会快乐 是因为你忠心 你忠心 如果你不忠心的话 请问你给老板辞退了 你会快乐吗 或者你的名字 在你的同事中间 被他渲染到非常的不忠诚 不忠诚 所以你对这个公司带来很大的损害 所以这个不会快乐 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知道的在职场上里面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 我们不可以凭这些的外貌来看人 求主帮助我们把眼光 从人的这个职称学位 金钱房屋车子上面完全的挪开去 今天世界的人所看的都是 大房车 大豪宅 穿金带银 名牌 这些 很多 那些 很朴素的 都是不起眼 弟兄姊妹你可以做一个很简单的试验 你们都有进去过发展商的 Sell Gurley看房子吗 有吗 有哈 那今天如果 我穿成 像这个谁这样的 像Rehang这样的 一件T恤 一个短裤 穿着一个拖鞋 拖一下 拖一下 进去那个office 如果你是Salesman 你可以做试验的 你穿成这样 你进去 你看那个Salesman要不要踩你 包括你去Volvo车 Musty Mercedes 车行 看一下 但是如果今天 你穿得像小娜这样的 不一样 一走进去 有风 再加上那个冷气 吹一下风扇 不是 没有风扇 冷气 然后那个头发 飘一下 飘一下 那你发现很多Salesman 就会来了 我自己试过很多次的 如果那一天 我穿到长袖衬衫 我一进去这些地方的话 你看 那些Salesman 第一个就看到你了 往往我们看过很多的视频 都有告诉我们 人不可以看外貌 常常穿短裤的 不起烟 拿着塑胶带的 他在买房子的时候 通通把Cash拿出来 吓死人 是多么多钱 所以神告诉我们 这个是真理来的 我们要学会 以神的眼光来看 包括我们的同事 我们的这些职场上的 一些的朋友 曾经我在产业的领域里面 然后也是知道吗 有看过一个 Christine也是认识的 有一个uncle 起初我看他的时候 很不起眼 有一点寒贝 瘦瘦 看起来都不像 很有钱的人 有一次穿到很普通 然后看到他都不像老板 也不像什么的 后来我们才知道 从我们产业公司的老板 那里知道 他说原来这个人 他是非常富有的 为什么呢 你知道 这个直播碰可以放吗 然后他说 在KSL里面 每卖的一个房子 他都有份 他都有份拿commission 是多么有钱的一个人 你看他很不起眼的 瘦瘦干干 有点寒贝 哪里像我长到这样 踪踪刺刺 所以真的不能看人的外貌 那第三个很重要的 工作就是一种敬拜 那弟兄姐妹 我们每一天 如果我们抱着一种敬拜的心态 去工作的话 你开不开心 每一天都是赞美神 归荣耀给神 然后你就算遇到困难挑战 然后你仍然说 主啊 一切都是美好的 神叫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主的人得益处 所以今天我们抱着一种敬拜的心 来到我们的工作场上 你可以唱着诗歌 在心里面 唱着诗歌来做工 有道个弟兄姐妹 你们在做工的时候 会面对很心烦 情绪波动很厉害 然后要爆发发脾气的 有吗 有没有试过 有哦 对吗 我们知道我们都是性情中人 所以很容易的 但如果我们一早开始 都要预备好我们的心 哇 感谢主 今天我们来工作 就是来敬拜你 那你遇到挑战的时候 你敬拜赞美的心 开始在那里赞美神 那你很快就能够 平复你的情绪下来 而且你也会得着智慧 因为愤怒会降低人的智慧 所以我们需要 一个敬拜者的心 那一直以来 我们都在思考着工作信仰 和服事上的这些的关系 所以我们要在工作场上 遇见神 你要怎么在工作场上 遇见神 其实你自己本身 是一个关键性人物 所以我们的生命里面 因为有主 所以我们就是光 我们就是炎 所以如果我们自己本身 都没有办法 在这个部分里面 调试好的话 连我们自己都遇不见神 那你的同事 要怎么样遇见神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 一直要思考的东西 最后 基督徒的工作观 分成这三个东西 第一点 工作我们是做给神的 第二点 我们都是祭司 第三 我们都是为了要 让神得出荣耀 我们代表着神在地上 所以我们需要 有这个的工作上 遇到一些挑战的时候 有美好的见证 然后来帮助一些的人 看见 有神的人就不同 所以今天我们学到三个很重要的东西 是工作是神的旨意 而不是一个咒诅 只要我们能够以 这三种的心态 来到主的面前 来到这个工作场上的话 我们就在上帝的恩典当中 来过我们的生活和工作 第二个我们学到的是什么呢 就是工作的成果 我们要学习来献给神 其实在我们教会 早一阵子有一个姐妹 我蛮欣赏她的这种对主奉献的心 她的每一个第一份的收入 第一份的收入 她一定全然的奉献给神 然后我就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做 她说这个是初熟的果子 她抓到圣经里面一段的经文 初熟的果子 所以我要把它全然的献上 所以她每一次一换新工作的第一笔的薪水 她一定全然奉献到完 这个是我们有这种心智的话 她所做的东西 你发觉到说 我们就会把我们的成果 都献给我们的神 然后第三个 刚才我们学到的是 工作就是敬拜 工作就是敬拜 好 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要学三样东西 第一样东西是什么 工作是神的旨意 不是咒诅 咒诅是因为 我们今天不在上帝的恩典里面 因为我们抱着怨言 我们抱着这些跟世界的人的思维想法 去做我们的工作 我们并不是做给主的 好 第一个 工作是神的旨意 不是咒诅 第二样东西是什么 还记得吗 我们要把我们工作的成果 来献给神 我们所做的 要把它献给神 不管你做什么 就算倒垃圾的那一种都算的 第三是什么 工作是一种的敬拜 记得吗 工作是一种的敬拜 好 再讲多一次 第一样东西是什么 今天我们基督徒的工作观是什么 第一个 工作是一个祝福 不是一个咒诅 所以是一种喜乐来的 到时候喜乐的心 第二个东西是什么 工作你要把你的成果献给神 这样你就不会夺取神的荣耀 因为有一天可能你很富有的时候 你永远知道说 那个是神赐福我的 把你的成果来献给神 第三个东西是什么 包括敬拜神的心 对吗 我们来到这个职场上 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三种的心态的时候 你就会发觉到说 今天我们就活在上帝的恩典当中 好 我们也是祭司 所以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 我们请教会来谈一首的诗歌 我们一起的祷告 我们把我们的工作所做的一切来献给我们的父神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都能够同得神的赏赐 神要赏赐我们 我们唱了一个丰盛的应许 歌词里面告诉我们说 我们需要凭着信心来领取上帝丰盛的应许 世界不能夺去 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美好的旨意 神的恩典是永远不会停息的 我们要把这美好的应许 神所成就的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他 弟兄姐妹我们永不放弃 我们紧紧抓住主 祂要给我们 是我们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没有听到 心也未曾想过的 神要给我们许多意外的惊喜 我要祷告说 国度复兴教会的儿女们 都要得着这丰盛的应许 因为我们做到 今天工作乃是神的祝福 工作是神的旨意 并不是这一个亚当犯罪之后 延续下来的咒诅 所以我们存着一个奉献给神的心 一个敬拜者的心 我们也是祭司 我们代表神 也代表着人 来到父的面前 感谢耶稣 你仰恋 保守你说爱的 你伏比永远无理不弃 你将我从与你力捧起 放我在你的手心 我凭着信心领寻 你封身的应许 世界也不能夺去 神美好的旨意 我凭着信心领寻 你恩典永不自信 看见美好应许 你成就荣耀 全都归于你 你仰恋 保守你说爱的 你扶贫 永远不离不弃 你将我从与你力捧起 放我在你的手心 我凭着信心领寻 你丰盛的应许 世界也不能夺去 世界也不能夺去 神美好的旨意 我凭着信心领寻 你恩典永不自信 看见美好应许 成就荣耀 全都归于你 我等候主我相信 你爱我又放弃 世界也不能夺去 神美好的旨意 我等候主我相信 你自已高过我的 看见美好应许 成就荣耀 全都归于你 全都归于你 弟兄姊妹这个时候 我们需要回应 我们的主 在我们生命当中 对我们的呼召 有道个弟兄姊妹说 主啊 求你再一次 用你的灵充满我 我愿为你去 我愿在工作上 把这个成果来献给你 我愿领受 你给我在工作上 这种美好的应许 神把你摆在这个位置上面 有神永恒的这个目的 要透过你来完成 所以今天我们 在主的面前说 主啊 我常常忘记了 忘记了在工作上 其实是一种的敬拜 我也常常忘记了 我是为主你而做 我 我只是在追逐我自己的需要 今天我知道了 感谢主再一次提醒我 我要再一次的 把我守所做的一切 都像是做给主你 有道个弟兄姊妹说 主啊 我愿意回应 我愿意回应 主啊在今天这个信息当中 你对我的话语的提醒 你举起你的手 我要为你来祷告 天上的父神 你看见你每一个儿女 在你面前所对你表达的 因着他们的手举起来 他们知道说 我们要重新 在主你的面前 调整我们的步伐 调整我们的心态 从今天开始 我们无论做的每一样大小事情 都像是做给主你一样 因为工作乃是神你的旨意 工作乃是神你 要帮助我把我的成果来献给你 在工作当中 我要带着一种敬拜者的心 主啊好叫我在工作场上 能够为你发光 因为你看我们是光和眼 我们要把信望爱带进去 在职场上 主啊建立一个属神你的文化 主谢谢你透过这里每一个 弟兄姊妹每一个 你来触摸他们 你的灵脚灌充满他们 你把他们捧在你的手掌心 你说孩子 我对你的生命有美好的计划 要完成 我呼召你在今天这个岗位上面 有美好的旨意要成就 你存着感恩的心 存着一个敬拜的心 把你守所做的一切来献上 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 求你恩待赐福 在线上的弟兄姊妹 还有实体的弟兄姊妹 主啊你来看顾保守他们 常常在他们的心中 有一个清楚 清楚的这一种看见 他们所做的都是做给你的 是的主耶稣基督 赞美你 归荣耀给你 谢谢主随听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 随听我们在这里每一个弟兄姊妹 对你的这个回应 主耶稣看顾保守 赐福他们 谢谢主 哈利路亚 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将祷告的 阿们 我拼着信心领寻 你奉献的只允许 世界也不能躲去 神美好的旨意 我拼着信心领寻 你恩典永不慈悉 看见美好应许成就荣耀 全都归于你 看见美好应许成就荣耀 全都归于你 用这边领寿从神来的赐福 我上帝我现在奉耶稣基督的名 特别为着你所爱的孩子们 在实体的线上来祷告说 主啊你必为他们敞开天上的福库 倾倒一切的祝福给他们 好叫他们福杯满意到无处可容的地步 耶稣基督我祷告说你使用他们 在不同的这个职场的领域里面 为你发光 让他们的生命能够成为美好的见证人 主啊能带领着许多的人来到认识你 主感谢你赐福他们 求祝圣灵充满他们 也供应他们一切所需 让他们信心不断的被加添 让他们属灵的眼光被打开 能够看见神的美好的旨意成就 主谢谢你赞美你 归荣耀给你奉耶稣的名 我们将祷告的 阿们 谢谢主 哦好